欢迎回到这一期的大飘车 那我们身后呢是一台沃尔沃的S90 哎 可能小伙伴就会了 哎 怎么又是一台S90呢 没错 我们之前拆的那台是 全国可能说只有200台 两百分之一台的进口版的S90 那我们今天身后的 可能就是大家关注度最高的亚太版 没错 也就是国产的S90L 当然对于价格而言呢 这辆车呢就会平民很多啊 它的售价基本上是从一个 37万到55万的价格 好 那就今天呢 还是跟着大名画一起玩着爱车 那我身后这台亚太版 国产的S90L 是一个484,800的价格 那也就是一个T5的车型 也是2.0T的发动机 好 那我们还是呢 简短的看一看外面啊 那对于配置而言呢 这辆车配备了360度的摄像头 那前面可以看到啊 哎 摄像头在哪里 哦 就在这个World World logo的下面 是一个摄像头 当然呢 在这个位置 如果发生碰撞 也是一个比较容易受伤的部件啊 那大灯呢 又是雷神支锤 形式大灯啊 我记得我在上级里面 已经把这个大灯给拆下来了 那我还做一个小广告啊 一定要关注一下 我们的公众号大标车 因为不仅仅有我们今天的冰块玩着爱车 那之后还有试驾 以及最重要的拆车关节 好 那我们前面呢 就到这儿啊 我们现在去后面看一下 一言是不会为外观去做更多的点评啊 那T5标识在这里面 那这边写的是沃尔沃亚太 就表明它的身份啊 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国产车 好 我们看一下后备箱 很可惜这个配置 484,800的并不是电动的尾箱 但是呢 大家看到 哎 是有一个类似于电动 关尾箱门的按键 其实不是这样的 那这个扭的作用是什么 那例如说 OK 我现在 车门是一个打开的状态 那我拿完东西 那我又想锁车的时候 你只需按一下这个按键 然后再把尾箱门关上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哎 小尔都收起了 说明它已经锁好车了 当然呢 你不按这个按键 直接关上的时候呢 这就没有这个锁车这个动作啊 那我们看看里面 非常简单 没有过多的功能 空间非常非常的够用 但是呢 我会觉得 开口略小一点 可能放点什么大件东西啊 就会比较困难 但是就像我之前说的放高尔夫球杆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下面是备胎 不是全尺寸的 然后还有一些应急用的工具 那后备箱呢 就是这样 然后对于一个沃尔沃的车型啊 它没有一个逃生的按键 我有点匪备所思 好 说完了这些 我们还是来看看钥匙 有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 好 那我们先说一下这把钥匙 大家可以看到啊 一共有四个按键 这边有三个 这边有一个 那就是开锁解锁 这个很简单 那这辆车其实 它是支持通过遥控器去控制车窗的 比如说现在炎热的夏天 你在上车之前呢 你可以持续按住解锁的按键 那它的玻璃呢 就可以进行一个下降 OK 可惜它 现在前后比较慢啊 那同样啊 按锁车按键呢 就会把窗户抬起 后备箱这个按键 大家需要持续的按住 这个时候 它才可以自动的开启 当然呢 它不是一个电动的啊 高配是有电动的 这个呢 只能非常费力的去按回去 那这个按键 是干什么用的 巡车按键 但是呢 这个按键一定要慎用 为什么 因为你按住以后 你会发现 非常非常的响啊 那相比之前 我们试的那辆凯迪拉克 按下去只有非常轻轻的 滴滴的声音 如果说在一个安静的停车场 只能够听清楚的 那辆车声音有点太吵了 一定要慎用 那这把钥匙呢 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 无钥匙进入系统 没有电了怎么办 那大家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这边有一个小的黑的按键 我们通常情况下 比如说大众也好 还是宝马也好 就很多的品牌都是 拨一下以后 可以把钥匙给撑出来 但是这个钥匙你会发现 为什么撑不出来 其实它的机关 是在这里 轻轻地拨开 这个时候把这个带logo的钥匙面向上推 这个时候发现是可以这样打开的 然后把机械钥匙拿出来 然后就可以对车门进行解锁 当然了这辆车呢 下面是怎么解锁 那我们现在就过去给大家演示一下 记住这辆车不是从下面去扳的 而是你拉开手柄以后 它的钥匙孔就在边上 非常非常明显 然后把钥匙插进去 再拧就可以对车进行一个解锁 当然了会有这种报警的声音 有报警声音也不要害怕 你需要做的是马上进到车内 那我们进到车内呢 需要做的就是把这把没有电的钥匙放在水杯架下侧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小的钥匙标识放在这 然后踩出刹车 按启动 依然是可以启动的 当把车打着以后呢 我还是要给大家去讲一下 这辆车一些功能性的东西 因为我们的确在早期是进口版S90的时候呢 并没有这个环节 相信很多对这辆车非常感兴趣的小伙伴 对它一些功能怎么用 应是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好那我们还是呢 从左到右呢 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门上有两个位置的记忆 那怎么用 如果说我现在已经调好了一个位置 按一下上面的M按键 然后再随意按一或二 都可以记住当前的位置 当然呢 如果说你和你的爱人 或者说您的先生 共同拥有这一辆车的话 这个功能是非常非常非常适用的 下面开锁解锁 是在门上面 因为很多车是在会在中控台上 那这个是在门上 如果说第一次用这车的时候 如果说有人敲门 哎小伙伴要不要聊一下啊 你要开门的时候一定要不要手蒙脚乱啊 就在这个位置 那四个门都支持一键的升级或者下降 前面是一个控制两侧反光镜调节的按键 而且这个不仅仅是可以控制反光镜调节 还有别的功能啊 具体什么会在试驾的过程中呢 跟大家聊一聊 那么今天呢还是以功能为主 好方向盘 左侧是对定速巡航 ACC的定速巡航主要的一个控制区域啊 它依然是放在了左侧 我其实个人来说呢 更希望是把这个功能放在靠下一点的位置 因为这么重要的位置 应该是放在一些最常用的功能 因为我相信啊 对于绝大用户来说 ACC的自制性型号 包括普通的自制性型号 一定不是经常用的 那右侧呢是对音响的一些控制 包括对前面行车电脑的一些控制 那上下左右 左下角一个小菜单 好我们回到它的仪表盘 那这辆S90呢 国产以后依然继承了全液晶的仪表盘 但是这个仪表盘呢 其实你看起来 好像比较简单 也没有任何的按键 可以去调节它的样式 那仅仅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一个按键 可以在你的右下侧的小窗口 有一个多媒体导航的相互切换 为什么这么大的面积 并没有让我可以操作的地方呢 OK 这个时候就要回到中央的多媒体区域 那这辆车呢 大家可以看啊 没有更多的实体按键 挡板 算一个 OK 启动 选择驾驶模式 手刹和Auto Hold的功能 包括一些音响的功能 那连空调这种最常用功能呢 也是集中在了中央这个屏幕啊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一种逻辑形式 其实我并不去在乎它是不是否流畅 其实我更重要的是在乎它的逻辑性 因为你经常用让你用的非常的不顺手 是一些败别可以说是OK 所以我认为沃尔沃它的系统做的是算是比较有逻辑性的 基本上最常用的放在这个home的界面 如果不在这个界面的话 你按一下下面这个按键就可以回到中央 就像是安卓的那个按键非常非常像 依次是导航音响电话和行车电脑 也是你的车的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有相应的一些菜单可以点进去 那这个不是最重要说的啊 当然它支持左滑右滑 那往左滑就是这辆车一些最基本的功能 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这样48万4800的车来说 它也是有非常多的安全的设备 当然了这是一辆沃尔沃可以看到有车道保持啊 停车辅助啊 盲点监测啊等等 包括再往下还是有非常多的功能 那这些功能呢 具体的我会在试下的过程中还是会给大家聊一聊啊 好 这就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多媒体的使用方式 但是就像刚才说的 那我中央的仪表盘 我讨厌这个style 我怎么办 从上面可以往下拉 在最左侧有一个设置按键 按下去以后 就是对这辆车一些功能性的调节 包括说声音导航媒体 也就是对于这辆车的设置 选项非常非常多 我不一一的介绍 那我就是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前面仪表盘的style方式 就是在第一项my car里面点进去 然后驾驶员显示屏 当然了下面依然有非常非常多的选项啊 非常非常多 感兴趣的小伙伴呢 去私家店去把玩一下啊 好举例子驾驶员显示屏点完了以后 再下面第一项是显示屏主题 再点进去 这个时候有四个选项可以选择 那有不同的风格 那前面呢也会有不同的样式啊 我只是在这边吐槽一点 就是这种相对常用的功能 你为什么要把菜单埋得这么深 我想调一个功能 我需要显示非常非常多 包括说在下侧你可以看到 驾驶员显示屏信息 我需要点进去 去选择是空白还是播放内容 还是显示地图 因为对于这种最常用的功能 应该是在最明显的位置 而这辆乌尔沃是深藏在了中央多媒体的电脑里面啊 有这样的这小伙伴呢 依然可以再去研究一下 它的多媒体啊 非常非常的复杂 当然说呢 我认为也是比较好用的一点 当然空调依然是需要你按下去 做一些相应的调节 但我依然始终认为 空调的功能一定是实体按键 是最快捷的 好 那前面呢 基本上就这么多啊 那下面呢 就是挡板 OK 非常有特色的启动 以关闭按键 是选拟哦 后面是模式的选择 你需要按下去 分别在Eco Conform和Dynamic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省油 普通和运动模式进行切换 OK 后面呢 是电子手刹 以及Auto Hold 那我们再聊一点 聊一点储物空间 左侧门的储物空间 包括两侧门的储物空间 并不是非常的大 只有这么宽 那也不是很厚啊 也就是将将放一瓶 普通的水 普通的环境水是没问题的 那中央呢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两个杯架 而且是可以 打开关上啊 而且是有木纹的 那前面呢 是 类似于烟灰杆的角色 那中央呢 还是有 下面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手是这么深的一个储物空间 OK 手套箱 里面是有容样的 也是正常的大小 基本上呢 就这些 很可惜 它既然没有一个 放眼镜的 放波镜的地方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 有一个放波镜的地方 好 我们现在来到了后排 其实后排呢 相对而言 比较简单 那中央呢 是一个双驱公条 而且它的显示屏呢 非常非常可爱 其实我可以说 非常具有科技感的一种感觉 可以左右调节温度 以及风量大小 还有座位的加热 那同样呢 前面呢 也是提供座位加热的 只可惜 对于这个配置而言 48万 488的车型 并没有通风 这个功能 上面的大天窗 因为我在前面忘记说啊 是一个大的全景天窗 然后就是 它的控制玻璃的按键 那也是我在前面呢 忘记说的一点就是 它不仅仅可以控制 玻璃的上升与下降 在上升以后 你可以再按一下上升 看到没有 电动遮阳帘 是不是很有高级感的 那前面呢 忘了说一下 下面有一个点烟器 也可以插逆边器等等啊 然后右侧呢 有两个USB的 充电口 那中央可以看到 有一个非常宽大的佛热箱 那当然呢 也会有一个相应的储空间 对于这个空间来说 我认为 只是放本书就好了 OK 座椅不能抬起 而且也没有中央 可以伸到后备箱的位置啊 因为大部分 很多这种后座椅 不能放倒的车型 都会在中央开个孔 可以呢 去后备箱 拿一些东西啊 但是这辆车 我不知道为什么 它没有设计这个功能 是不是因为火炸呢 因为我在我印象中 的确我们在进口的车型里面 也没有去获得关注这个位置啊 那其实在这一侧的座椅的门上呢 其实是有更多的功能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上面 是有所谓的老板件啊 就是可以控制 副驾驶的位置 可以非常非常靠前 可以获得更多的空间 那后面可以看到 有五干件 是什么 虽然说 对于这种 所谓行政级别的这种车型呢 大部分的车来说 都会有两个天窗 一个是给前面用的 一个是给后面老板用的啊 对于这辆车呢 它只提供了一个全景天窗 但是在老板的这一侧 OK 老板的这一侧呢 它是可以控制天窗的 大家可以看到 可以对遮阳帘 进行一个电动控制 那对一个开启 也可以进行一个电动的控制 那后侧呢 是对两侧车窗的一个调节 打开或者关闭 当然呢 同时对这个 电动遮阳链 也是可以控制的 那下面这个按键 按下去 就是对后部的电动遮阳链 进行一个控制 我发现 这一侧老板的功能 尤其要比这个助理的功能 要多很多呀 那这就是这辆车后排的情况 那小伙伴有没有 跟着大冰块 对这辆车有更多的了解呢 那好 那我们呢 这骑大标车呢 就到这里 那我就是那个 不用看别人脸色 自己的车 自己做主大冰块 当然呢 也是那个指挥 说真坏的大冰块 哎呀 这个位置简直了 太爽了 我就是把你这样子 给你这样子 都没有这么多的呢 我就是把你这样子 给你这样子 看起来 我也不知道 不要这样子 这么容易 谢谢